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取得基金会推荐的有机浆 如何取得基金会推荐的有机浆 说到如何取得有机浆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这十多年来 在研究原始点的过程中 一直离不开江 大家也知道 那这十多年来 我们也尝试 就是在台湾找农民种植的江来试用 那也去化业 那这些中间的过程中 有时候也会因为品质不好 然后退货的也有这种事情 那检查也是浪费很多钱跟时间 所以国外有时候进来 我们基金会早期也都会去做化验 那所以到最后发现这个事情还是要解决 尤其重病患者 他最好就是没有负担吃有机浆 那即便有机浆 比传统的江还稍微贵一点点 事实上贵也贵不了多少 那最后经过几经辗转 那因为世界各地的江 我们几乎也很多都尝试过 我最后发现以秘乳的有机浆是最好的 那所以那时候基金会就开始 全部就都用那个秘乳的有机浆 现在情况也是这样 那如何取得浆呢 第一个基金会如果说供应 现在美国啦还有在台湾的 只要是原始点认可的推广点 就是用那个秘乳的有机浆 那秘乳的有机浆在台湾 有一个代理箱叫做造成 造成这一家公司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不必来基金会 基金会也不卖江 所以直接去找这代理商就可以 那至于大陆方面 我们也不卖江 基金会本来就不卖江 也不做买卖 那如果要取得秘乳的江 可以直接去问 各个推广点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基金会 而且还有用生 红生 那红生多来自于大陆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问 就是生 韩国也有高丽生 那为什么原始点 它是用大陆 因为这个也是要谈 我们差不多十年前 我刚好去大陆讲学 那也去把生搞清楚 其实大陆的生 我那时候去东北的时候 也有跟一些当地的 甚至种植的乐者 甚至一些官员 他们也让我们充分了解 也就是他们说 当时我去所得到的资料 他们说他们也有有机身 有机的 那约站差不多 我这样经过就是认证的 应该起码也有百分之二十啦 起码 那还有一些虽然没有认证 但品质也很好的 也有一些 那当然市面上他们也不排除 有一些生 他们加了糖 那整个植料就变差了 也有少数这样 那所以 就像我们姜 也有用荣药的 也有用怎么样 那最后我这几年来的经验就是 最好就是有机 那有机是怎么样 以欧美认证为主 我当时就设定 因为欧美认证有机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现在基金会拿的 这个也是欧美认证 那大陆呢 这一家 我也是找了好几家 也有人说 其他家也有说他们是有机身 那最后这一家是因为他有 销到欧美地区去 然后也取得欧美有机身的认证 那我就很放心了 所以我的来源 就是大陆用的 红身也是有机的 那也是经过欧美认证 那这样就比较客观了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 如果要跟基金会找 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找到 那申 从申那是有机申的时候 尽量以有机认证通过的为准则 那这样判断就不会有错 那取得的方式就是 尤其江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那如果不懂像国外 欧美地区也可以问 美国的基金会 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加入广郊 销到区里面 和 haver 同 葡营 营 阳